我們這次上去首都,國會議員、部門,我們都特別提到47人案,黎智英案,立場的案件 因為這幾個審訊就今年內發生,或者現在已經發生著 我們都看到在公佈出來的審判的過程裏面,出現很多很荒誕、無理,直接是無視那個司法公正的精神 所以我們這次特別,也都對例如《國家部》和一些關鍵的國委員提出 其實我們加拿大應該要密切注視的同事,在關鍵的時刻也應該有一個實質 不單止發聲,我們也要求外交部和加拿大的政府,對涉及違反人權的香港官員進行制裁 而且也要將他們擁有資產的家屬或者白手筒,加進制裁行列裡面 跟現在加拿大對俄羅斯的制裁方案,應該是同步前進的,要擴大 對等的,對香港的制裁只有一個國家,即使是英國也沒有 其實只有美國,香港人權民責法和香港自治法有制裁的條款 但是我覺得現在這個制裁起碼令到加拿大或者英國的議員越來越小 可能他們都在想,究竟有沒有效呢? 如果你說美國那裏沒有效的話,那他會不會繼續去做呢? 那當然,這個我覺得起碼令到他們覺得,如果你覺得是保效的時候 那他就會覺得沒有那個代價 所以其實我覺得是不是都應該去做呢?正如俄羅斯這樣說 我覺得那個政治的制裁只是眾多個方案的其中一個方案 你必須有一個全面的方案,是來阻嚇到這些專制政權 繼續去壓迫自己的公民社會 那當中來說,也都包括了很多經貿的政策 科技、學術或者甚至軍事等等 很多的政策,我覺得都要相應一齊去出的 那特別就是我們都看到,原來現在俄羅斯 也都透過香港一些貿易公司 那當然我相信也都有國企的背景在這裏 就是收購這個半導體和其他一些軍事有關的設備 那這個就可以說是走近一個法律了 因為香港現在還有一個,所謂經貿方面的優惠的政策 中國進口不到的設備,現在香港還可以進口 那現在香港已經成為了整個中共的全面管治底下的一個 已經變成一個警察的城市的時候 我覺得這些優惠就應該相應的取消了它 那所以我們那個建議書那裏呢 我們不只是提到一點或者兩點 我們是一個全面全方位的一個包圍的政策 總的來說就是重新檢討對港政策 底下應該包括譬如有制裁那些政府的官員 也包括了經貿和最優惠的一些關稅 經貿政策的調整或者取消 也都包括了對香港現在我們那個退休金 有很大部分的資金也是投資在香港那裏 這個是不是應該將它轉移回去其他投資的項目 而不是在香港呢? 另外也都包括了對香港很多 如果那個情勢呢 繼續惡化在《國安法》底下 或者甚至將來如果真是 萬一攻打台灣那個行動是啟動的時候呢 香港是不可能避免成為了整個戰區的一部分的 那到時來說 究竟我們加拿大有沒有一個 進一步升級的救援香港人的一個方案 或者甚至也都包括了我們在香港那些加拿大人 那個迅速撤僑的那個行動 所以你看到我們已經是 是到去一個比較廣泛的 印太區那個戰略的轉移 也都包括了對港對華一些的政策的轉移 所以在這次我們這份的建議書裡面 其實我們看得是比較全面的 而且也都真的很高興 當中剛才曹總理問過 究竟香港來的香港人 其實我們也都很高興 有很多他們的年輕人和有息之士 也都加入了我們港交聯 我們現在就成立了一個 research team 都有包括了香港新來的年輕人 一起加入 而且透過他們的參議院 提供了很多香港最新的訊息 而且融入了我們這個建議書的報告裡面 那我日後其實這個操作會繼續運作 總而來講 其實身底部的香港人 也都成為了我們這一班 就是長久在加拿大存在的 一些香港社區的團體 一些新血的 我們可以有一個新火相傳 也都可以有 壯大到我們那個本地社區 延續那個社區的生命 嗯 還有就是 剛才我聽到你說 有這些research team加入了你們 是的 這個很重要的 因為其實我們在英國都有的 尤其是鍾建華教授 其實他以前就是香港文言的 所以其實他做一些民言的project 尤其是在英港人 一些民言的project 就是你追蹤他們那個就業的情況 那個社會福利上面的需要 各種不同的東西 就是如果你是整合了 就是香港人這個族群 這個minority 給一些訊息 給一些數據 給政府的話 那他們才可以針對性地去看 就是在政策上面 他可以回應到你 如果不是的話 盲摸摸 就是你們自己香港人 你都沒有人去整合這些意見的話 其實他自己都是帶包衛的 不會很難去重視到你這個族群的人 是的 絕對同意曹總理這個看法 因為譬如最近我們不斷追移民部 他只能夠提供到17,000和16,000的 所謂申請的數字 但是多少人過來 多少人成功申請到 多少人已經拿到戶籍呢 他根本的數字都掌握不了 那麼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我們需要加緊要求這個移民部 是跟進的地方 另外這裏呢 就是其實在不久的將來 因為現在來說 其實在我們的research team裡面 都不乏以前在香港 可能在大專界 已經做開香港研究一些的學者 在這裏的 有些是社會運動界的人士 也都有一些前立法會議員 或者區議員等等 但是其實他們那個 在香港那個 紮紮實實的在地的參與的經驗 是非常之能夠協助到 我們和加拿大的政府 是進一步全面了解回 所謂的新底部的港人潮 和這個港人在香港 回流回來加拿大那個潮 那麼我們在不夠將來呢 其實我們都會有一些 這方面 比較全面的一個社會調查的開展 作為政府在調整未來 對港政策的一個參考 那麼我覺得這些數據其實很重要的 是一個很科學化的方式 去給我們了解回整個香港 就是港裔加拿大社區的需要在哪裡 還有裡面的人口結構 專業的背景 或者它在融入這個加拿大社會期間 所面對一些什麼的障礙 那麼我們政策就要 要認照他們的困難 他們面對的情境 是作一個修改的 是 剛才我聽你們這樣說 聽Gloria這樣說 其實你們的potential 比英國還大很多 因為我們 我不敢這麼說 因為我們知道 由2020年底開始 我們這個BNO visa 開始了之後 目前都是15萬都沒有足夠的 但是15萬都是主要集中於 15萬的香港人主要集中於 或者這麼說 整個英國的香港人 當然有老華僑 就是以前的原居民 但是他們現在變成少數來的 但是你算起來 我想都是20萬來 都是新香港人比較多的 但是你們不是的 你們是回歸前 是橫跨到回歸前 的時間來的 當然 那些人來說 可能就會有個 和現在 剛剛新來的香港人 開始有個代溝 但是你們那個 族群來說 那個年齡層 是比較豐富的 尤其是如果你說 去到30萬 這個能量這麼大的話 那個影響力都不能忽視 如果你這樣看的話 尤其是對於英國 我們有6000萬的人口 但是你們加拿大 就多少 應該總共有1千萬 好像有 應該有 但是最重要的是華裔的人口 我們現在官方的數字 大概102至103萬左右 那當中現在來計 就是大陸那個移民的人口 就佔了超過半數的 但是在1997年之前 香港那個移民人口是最高的 就是我剛才都說過 1997之後 才相應大陸人口 超越了這個港約的人口 但是現在來說 如果那個移民潮持續 而它的救生艇的政策 能夠繼續開放 也都會引來一個比較大量的 就是工簽、學簽的申請者 也都真的成功來到這裡的話 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 其實那個港約、加拿大的人口 會很快去增長 所以在這裡 我們都要為這個新的時期 要做好一個準備 特別我們很強調 就是在爲一個第一代的社區 就是移民人口所主持的一個社區的團體 我們是很希望能夠達到一個目標 就是怎樣呢 就是香港無論是回流也好 或者香港新底部的移民 我們都希望能夠鼓勵大家去積極參與 全面參與我們加拿大社會 做一個紮紮實實的 積極的一個公民 參與公民 有貢獻的 但是這個政策是可以發聲的 也都將來逐步我們希望有更多的港人 是出來甚至在三級的政府那裡 參與這個競選 將我們的聲音帶到各個政黨 帶到各個政黨 帶到各個政黨裡面 其實港交聯 我們在過往幾年 就是雨傘運動一直到現在 我們舉辦了好幾次全國的一個 所謂 political organizing 的 national workshop 就是將各地那些活躍的香港人 就是活躍的港裔加拿大人 集中在一起 就是我們大家一起去講有關 就是怎樣去講好香港這個故事 還有另外就是 如果我們要在這裡 將香港的聲音帶進去我們的 我們在渣拿大的政策的定定裡面的時候 我們的策略 我們的行動 我們的路線圖是怎樣 其實我們已經做過幾次 將來我們都會繼續 就是繼續重複這個操作 令到一層一層 就是外圍的參與 也都有一些比較核心的參與 核心的參與那裡 我們希望每一個人都成為了一個 精煉的組織者 我覺得兩條腿走路 一方面我們香港人要團結 就是一個很凝聚力很強的社群 第二方面也要積極去融入社會 就是在不同的社會層面裡面 都扮了一個 不要說重要的角色 起碼積極參與 起碼讓主流社會感受到 香港人 香港這個族群 加拿大其實是有貢獻的 會發聲的 你先要有貢獻 你才可以有聲音 就是你貢獻越大的時候 那你香港人這個族群 才會受到重視的 你說在政治上面 才會有那個影響力在這裡 其實有一個很現實的情況 在加拿大 因為我自己也有參與一些不同的做選舉 就是選舉的選舉的角色 其實我是完全是非法律的 港加聯和其他的遊會都一樣 我們在這裡做國會的遊說 我們是不會只是推崇某一個政黨 因為那個政黨 只要他支持到我們 認同我們一些建議的時候 都是我們一個合作的夥伴 在一個多黨制和不同四年一任 更生替換的民主國家 我們必須認清到 你要為香港發聲 你必須要排開那個政黨政治的限制 那個疾高 你要是開放地和各個政黨 都要尋求一個暢順的對話的機制 一個互信的機制 但是呢 就在整個加拿大裡面 其實他很多時候 那些政黨決定 我要聽你幾多意見 我要接受你幾多的建議 很多時候他都跟我們數的 每一次的競選裡面 你這個投票的人數有多少 就是說 其實by the end of the day 那些民選的國會議員 或者甚至是省或者市都一樣 他都是跟你計數的 你參與投票的人數多 你積極於社會的政策的倡議 如果他們是活躍的時候 他就會多聽你的聲音 所以比如現在來講 加拿大 譬如印裔那裡很厲害的 他們在三級議會裡面 都有自己一個相當好的 比例的代表性在這裡 但是我們港裔的層面 就比較弱一些 所以這部分也都是 我們需要加把努力 還有我們也希望各個友會 也不要設立一個範圍 其實這是我們一個共同的目標 是需要大家在不同的省市 用不同的角色去擴大我們整體 在港裔加拿大人口 全面對加拿大社會的參與 嗯 跟我們一樣 印裔的人士 其實是在英國的重要性 很厲害 現在你們手上都已經是印裔的人 是啊 你跟以前在香港 你見到是印度人兩回事 香港你又見到南亞人士 即是你會整個 你只會在深水埗裡面看到 或者是重慶大廈 是啊 是啊 他們會有一個 在香港來講 他們會有一個階級的定型 永遠都是爬不上去 但是 你會在英國裡面 不同的專業界別 即是 在這個 黨裔裡面更加是 所以我就說 有些人就在這裡說 之前其實包括很多 學者也好 政界人士也好 就說我們應該要學 就是猶太人這樣 但是猶太人呢 其實如果你在現代的 你說學習的例子來講 就很難再找到 因為猶太人已經融入了 白人那個階層 不是一個這麼鮮活的例子 不是一個這麼新鮮的例子 這個你要讀歷史 你才可以慢慢去咀嚼到 但是 印度人是近年 他們急速上升得很厲害 他們的影響力 如果你說 你向他們學習 我覺得這個是更實際的 沒錯 不過在加拿大 我覺得它有一個特殊性 整個加拿大社會 本身就是一個移民的社會 因為我們那個人口的增長是很慢 出生率低 所以其實遠在1990年代的時候 當我自己是扮演另一個社會角色 我是全家華人協進會 全國總會的負責人 我是負責聯絡30個分會 變成這樣的時候 其實我們已經是預測著 2020年開始 整個加拿大社會的經濟發展 是要靠移民去支持持續性的發展 所以我們在加拿大也有另一個特性 第一 我們是反對歧視性的政策 反對這個社區的定型 所以香港人來到這裡 也要接受這種教育 就是說我們在這裡 不要對非洲人、黑人 或者菲律賓人 或者大陸人 有任何一些歧視性的語句 因為在這個國家 我們很著重平等參與 以及多元族裔 互相包容 一個多元文化的政策 我們在這裡 就算是推展我們的事工的時候 我們也有一個傳統 就是尋求和其他一些族裔 大家一起沖繩合作 用一個coalition 用一個聯盟的方式 來把我們的聲音擴展得更加大 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剛剛最近我們上的國會 其實除了說香港的形勢的更新 和救生艇 和對港政策的建議之外 其實我們同時間 也都在阿頭華 和其他族裔一些社區領袖 一起見到不同的國會議員和部門 提出說 中共的爪 或者是俄羅斯 或者伊朗的爪 已經在加拿大肆虐 是介入干預 滲透操縱我們加拿大 社會各方面 特別是選舉各方面 我們也都是 現在 將這種危機的意識 要提高 以及也都要求我們的國會 立法去增加整個民主機制的透明度 將這些為外國政府服務的個體 或者是組織 置於陽光底下 而這個也是我們今年度 進行全國性的運動 進行全國性的運動 例如我們這四個團體 和其他族裔一些主要的全國性的議會 一起沖繩合力去進行 可能在不久的將來 我可以和曹總理在你這個節目 再詳細些介紹 對於全國運動的實際情況 因為其實對於我們香港的國際戰線 對於香港的國際戰線 對於香港的國際戰線 其實是有一個參考的價值 就是說你如何去一枝竹會移節彎 幾枝竹斷捷難 這個道理 就在多元族裔的聯盟運動裡面 是充分體現出來的 好 很感謝Gloria今天 都幫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在加拿大的香港人工作 我想將來也會有很多機會 去分享一下 其實是互相學習的 因為其實我們都遇到共同的挑戰 其實也是有很多事情 我們需要在西方國家裡面學習的 正正就是我們有時候需要互相對照、學習、聯繫 或者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面 我們一起發聲 有一個迴響才可以做出一個勢 是啊 短期裡面其實我在這裡也呼籲 我們是不是大家都 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港裔社區 是不是都可以考慮一下 針對一個四日七人案立場 沒錯 和黎智英案那裡 我們有沒有一些聯合的行動 可以構思出來 這個不單止是針對我們所在國的政府 要做一個遊說的工作 甚至在一個港裔社區裡面 我覺得我們是不是都可以探討一下 大家國際協作的一個可能性 我覺得這裡可以進一步 大家一起去探討 嗯,好的 好,謝謝Gloia 謝謝曹總理的訪問 下次有機會再見 拜拜 好,謝謝,拜拜 好